我们这个角度的倒车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车进来的时候是走到路中间的 这样不行你得靠近的 你怎么靠得近 一打半马轮车就往那边斜了 斜到这个车位线 走到咱们风挡玻璃三分之一位置 左侧三分之一位置 右侧三分之二 到那位置回正 反向再打 车摆正一回就靠近 30公分到50公分 然后什么时候往这边打方向呢 到车镜接近它最先接近的一个灯角 打方向打死 打死以后就上这个后车镜里面去找这个车 这个车刚一露头回轮停车就45度 等你往回到的时候 你这回要找它这个灯角了 不是看窗框了 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位置找来确定的 你看我们从后窗 这是我们那个后窗 这是外边那个灯角 你看它是不是走到咱们那个后窗三分之一 这边剩三分之二 它的灯角到三分之一了 打死 打死以后你的后视镜里一看 它俩有间距 没事 这是左后视镜 你在看右后视镜 右后视镜最开始间距很小 那个墙角离咱们间距很小 但只要有缝就越来越大 不用看了 回头再上这个镜子里面看 看啥 看这两个车平行 平行一回轮 到车镜一平停车 是吧 如果你想不起来了 你就去找这个 教材有 视频有 全套视频里面都有 是吧 还是这位置 这我不知啥了 你自己倒一把 对 不错 这靠边靠条 好 我这已经到了 对呀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说我一回头 他已经三分之一了 什么原因 就你这个没走出去 你得边走边回轮 他还走一段 这个距离就拉开 那么没拉开也不要紧 你回头一看 他已经三分之一了 那车一动就打死呗 是吧 那不你已经到那 打轮的十几了吗 是吧 回头来 看后边 不到了吗 到了车一动就打死呗 打死以后 能不能挂上 追踪观察 能不能挂上 不能 然后看这边 对咯 完事了 是不是进来了 来吧 什么时候停车 平行停车 对 常停 我回轮的时候是看镜子 不是看剪刀 是吗 对啊 那么这回呢 你再给我复述一下这要力 怎么靠那边 车移动 然后往左打半把 怎么打呢 打半把 打完半把以后 呃 当那个地角线到车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嗯 然后回轮 然后往上向相反方向打半把 对 然后当车慢慢 当往远处看 当车平行的时候回轮 这就靠近了 多大间距 30到50公分 对 继续往前上 继续往前上 当那个呃 左边的那个镜子和这个车灯接近的时候 嗯 然后是 往这边往这边到 往右 往右打四 对了 然后看后置镜 然后当那个车露出来了 然后回正 对 然后到挂挡 后挡 然后往后看 后边的那个车 车灯走到那个三分之一的时候 走到后车窗的三分之一的时候 然后是往往左边打死 对 往哪看往哪打 打死以后 打死以后看这边 左边的左边的后置镜 看看有空气吗 嗯 然后有空气的话 再看看右边的 嗯 然后右边越来越大 就一直看左边的 两个车平行的时候 呃 两个车平在镜子中间平行的时候 然后轮回正 对 对完了呢 然后这个车 呃 后置镜和那个车 后置镜平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撒车了 对啊 就这意思 是吧 是不是说上来了 尽管你倒的不是很熟练 那流程你能说上来了 嗯 就可以指导你的练习了 是不是 嗯